韩军事演习那个片段呢 使我们这个浮想联翩啊 虽然我们上一集已经预告了这一次演习 但是现在呢 告诉我们的这个资料呢 有很多新的东西是必须大家要注意的 因为和中国呢 是有窃窃相关 首先他这一仗呢 是这个说是北朝鲜打他 先打他 而且第一天就给他造成了美韩联军 加上当地居民是十万的伤亡 什么样才能造成十万伤亡呢 肯定就是万炮齐发 打首尔 甚至这个演习里边还加进了防化的这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他设计北韩是会用大杀伤力武器来攻击这个城市 攻击这个城市市民 这一点呢 就造成他可以合法的反击了 他在反击的时候呢 很快就把这个北朝鲜的军队赶过三八线以南 向北进发 但是我我想呢 美军一定地面部队不会进入三八线以北的 不然的话就引起整个国际舆论的这个抨击 或者是有新的东西发现了 但是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新的东西呢 是这个韩国的军队不但要占领平壤 而且要占领北朝鲜十二万平方公里绝大部分的地方 只是在青川江停步 停步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留给鸭路江和青川江之间一百公里的缓冲区 这个要是联合国喜欢维和 或者周边国家要派军队来这个拯救难民等等 那都没关系 关键是美韩特别是韩国的军队已经不和北方的邻居接触了 这就避免了这战争扩大化 再有一点 他是很强调一点呢 是这个要民众参加 因为韩国有四十万的这个官吏 这个公务员是参加这次演习的 他干什么呢 这个报道里面说的很清楚 他就是要接管这整个北朝鲜的政权 所以谁说这个美韩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呢 好 我们这个圈点就放在一边 先看看 后来马上看到的 美国加首纳这个空军基地 为什么会怕这个导弹袭击呢 看个片段回来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评论判发教授霍勒的文章称 一旦台海爆发冲突 日本加首纳基地将成为美军有效介入战争的最佳平台 但是解放军只需发射172枚东风15导弹 便可瘫痪基地全部跑道 并摧毁所有未停放在硬化掩体内的飞机 据最近兰德智库分析 美国空军500英里的作战半径之内的加首纳基地 能对台湾提供最大的支援作用 不过中国用打鸟先打潮的战术 东风15一对地短程弹道导弹 能确保摧毁冲绳美国空军基地 假设美国在加首纳基地部署264枚爱国者3导弹 每两枚导弹可拦截一枚东风15导弹 也只能拦截132枚中国导弹 解放军只需发射172枚东风15导弹 就足以将基地上的机场跑道解为三段 致使战机无法顺利起降 据美国国防部透露 中国拥有400枚东风15导弹 每年有40枚的生产能力 美军防空导弹在库存数量上占据劣势 在冲绳的美军加首纳基地 是离台湾最近的一个战略基地 如果美军想介入的话 这个几分钟就可以打击力量已经到了 如果把加首纳拔掉 那么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即使赶到 也可能已经黄国菜头凉了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请来 美国的军事专家林长盛先生 请他解读一下导弹打加首纳 到底怎么回事 在美军驻亚太军事基地中 冲绳的加首纳基地 是距离中国大陆和台湾距离最近的 如果美国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话 那么从加首纳基地起飞的美国战机 讲是第一个投入战场的 而在过去十多年 解放军战的建设的重点就是反介入 那么责重在三点 也就是说打卫星 打航母 打基地 所谓的新兴三打 而这个打基地呢 第一个要打的 自然就是冲什么的加首纳基地 所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 他对解放军如何打加首纳基地 进行研究和判断 这是很有针对性的 但是他的研究和判断呢 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在他的研究判断中呢 解放军要打加首纳基地的话 那么主要用的是东风15导弹 而在加首纳基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下 那么解放军需要用一百七十多枚 东风15导弹才能瘫痪加首纳的机场 那么这个研究和判断的问题在哪 就是说东风15 它是一种短程导弹 它的基本型号呢 射程只有六百公里 那么以这个射程来打冲绳的加首纳基地 是够不着的 它就必须要增加射程 增加到八百到九百公里 而且要部署在浙江东部一带 那么才能够打到 我们知道呢 解放军在浙江只部署了一个导弹 它的兵力比较少 而事实上呢 解放军用来打 加首纳基地的主要武器 并不是东风15导弹 而是东风21中程导弹 那么解放军在安徽 有两个东风21导弹旅 在山都和广东 至少各有一个旅 那么这个兵力比较雄厚 而且呢 东风21导弹呢 它的射程比较远 不论在安徽 山东和广东 都可以打到 更重要的是 东风21导弹 由于它的射程远 所以它的飞行速度 也要比东风15导弹 要快得多 而导弹越快 它的拦截难度越大 那么 那么部署在加首纳基地的 爱国者导弹 对拦截像飞毛腿了 东风11 东风15 短层导弹 还不错 但是呢 它要来接向东风21 这种中风导弹的难度就比较大 是的 林长生讲的很对啊 美国专家有很大的漏洞 我还要补充一点 它完全是纸上谈兵 因为这个东风导弹打过去 其实它在全世界的导弹的这个 员概率 命中率呢 都是说 只能打进这个圈一半 就算是不错了 所以不能把172枚都说成这个命中目标 这是不可能的 反过来 这个爱国者导弹呢 也是两枚才有93%的命中率 也不是全部能覆盖的 但是关键一点 美中如果是打导弹战的是 最关键是电子 如果中国先拿电磁脉冲弹 把这个爱国者的全部封掉的话 你就没法缓击了 反而如果美国的电子制衡呢 如果是能够制衡的话呢 东风二一也打不中目标 所以这个问题先放一边 我们看个焦点了 焦点到底这个北海舰队是怎么回事呢 它这个炮战 为什么会引起中外这么大的轰动呢 我们先看个片段 中国北海舰队9月1日至4日 在青岛海区组织时兵演练 这是根据年度计划进行的例行训练 主要课目是舰炮射击 西方媒体照例把中国军事动作 同美军联系起来 据香港南华早报29日报道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威拉德说 解放军多次测试的航母杀手反舰弹道导弹 可能即将投入命用 但这些武器不会阻挡我们在中国周边 国际海域进行航海活动的权利 考虑到中国拥有这些武器 每日双方重启军事交流的必要性 变得更加迫切 美国战略学家卡普兰认为 中国海军最大的弱点 是缺乏有效实践航海技术的海军传统和经验 新加坡观察家郑永年教授说 如果美国积极借入南海 中国海军就是走出去了 也可能面临走不回来的尴尬 我们看到北京的宣布 这北海舰队的炮击 只是一个很寻常的训练 为什么炒作呢 我们就想 这个炮击里边内有玄机 是不是有了激光炮啊 是不是它的这个近程 反导弹反空袭的这个快炮 有了新的发展呢 甚至这一次的演习的地域是比较敏感 可能是在这个渔船啊 商船啊 经常走的地方 或者是和别人的那个演习区重叠 所以这炮击 首先就得先发制人告诉你 我在这里打 你们要小心了 也可能是这样的宣传战 达到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 好 广告回来 我们会请这个美国 华盛顿和北京的军事专家和香港人 一起来分析 这一次这个北海舰队舰炮这个训练 内有玄机是什么呢 进去就是不断超越 世界级动力 为中国前行 东风康明寺 园子百岁山 一百六十米深 岩石层 流经数百年 蕴含天然 矿物质精华 水中贵族 惊天百岁山 住属感冒 肠胃不适 就用神威牌 祸香正气 软胶囊 上班上学 带一盒 出门在外 带一盒 家里还要味几盒 神威牌 祸香正气 软胶囊 长孝还不苦口哦 打动世界 是我的梦想 神力让我 生我飞飞 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 你这么美 怎么美 唯我非凡 瑞娜 北京现代 从国内八十多个大中城市出发 选择南航 爱上澳洲 布里斯班 有关蒋军北海舰队炮击训练这个事儿呢 一会儿说是中国高调的这个事先宣扬 一会儿又说中国低调的可能内有玄机 好了 那我们就请来北京和华盛顿两位军事专家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先请这个华盛顿的林长盛教授请你给讲一下北京啊这个北海舰队这个炮击训练为什么这么引人注目呢 对于解放军北海舰队正在进行的舰炮射击演习 现在呢外界呢 啊得猜测很多 而他们所猜测呢 就认为解放军啊 之所以公布北海舰队舰炮啊力行射击演习 是因为想用过它来掩护啊一场重大的武器实验 而这个武器实验呢 就是所谓的航母杀手的东风二十一导弹啊 好的 好